天气逐渐炎热了起来 民众如果到溪流来游泳 细水 要注意地形的变化 近日在水源地沙布荡溪 就传出了溺水的事件 花莲县消防局也再度的呼吁民众 到溪边游玩 除了要注意午后雷震雨之外 也应该要避免跳水等危险的动作 天气逐渐炎热起来 许多民众都喜欢到野溪泡水游泳 假日的细水热点水源地沙布荡 昨日就传出溺水事件 花莲县消防局也再度呼吁民众 进入夏季到西边游玩 除了注意午后雷震雨之外 也应该留意地形的青苔 避免跳水等危险动作 夏季玩水的时候就是 主要预防午后的雷震雨 有时候下雨它会有细水暴涨的问题 然后水源地因为 多少都有些青苔 有可能有湿滑的情形 然后玩水的时候尽量不要 从事那个危险性的活动 像如果跳水的话 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情形 花莲有许多知名的夏季细水地点 传出游客细水不慎滑倒 跌入深潭 并碰撞溪底的石头导致溺水 索性被现场的民众救起之后 当场实施CPR 救护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接手 患者恢复心跳之后送往医院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记者林杰秀林乡采访报道